说等一下我们新闻继续 人间美味会让很多人心生向往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事 却让很多人心里不是滋味 你看一个是本来好好的从事水产生意 如今却面临牢狱之灾 另一个本该安享晚年 现在却不幸离世 而造成这一个后果原因的 竟是几条河豚鱼 12月2号上午江苏南通 启东法院就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 因为涉嫌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案 事情的缘由到底是怎样的 我们一块了解一下 被告人杨博仲 陶金卫 沈玉斌 事件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的犯罪事实 本案犯罪是清楚证据求充分 上述这些军事由公安机关应付取得 被告杨博在启东从事水产生意 2019年12月16号 他从被告沈博和陶博处 分别购进野生河豚鱼300斤和200多斤 后向被害人张博出售河豚鱼10余斤 他自己买的呀 我也不知道 我不买给他的 他拼命说我买 他说我吃河豚鱼的时候你还小的呢 我不卖给他 他拼命要买的 我说我不认识的人我不卖 你不会杀的人我不卖 张某某到杨某某处购买了海豚鱼 河豚鱼后回去进行喷煮食用 在当天晚上出现了中毒症状 当晚送鱼抢救后抢救无效死亡 经司法鉴定张博符合河豚毒素中毒死亡 此外张某的儿子儿媳以及妹夫也因食用河豚鱼后出现中毒迹象 不过经过治疗后已无大碍 案发后杨某陶某和沈某主动投案 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野生河豚是国家明令禁止加工经营的 那么本案也提醒我们广大水产销售者不要销售野生河豚 否则有可能就涉嫌犯罪 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要随意食用野生河豚 否则就有可能像本案的被害人一样失去生命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将择日宣判 您的词兰则在这一步审理中将择日宣判